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尊特殊陶勇的出土 更是为探寻古代举重运动的发展历程 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那么这尊陶勇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 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 又曾出现过哪些不同形式的举重运动呢 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泉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倾请讲述系列节目 古来运动有达人第九集 力拔山西论举重 欢迎大家来到古来运动有达人系列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 展示人的超长力气的古代运动技能举重 举重呢是一种力气项目 它是由通过力量的展示 展示人的身体技能和力量技能的一种运动形式 其实这种展示力量技能和身体技能的举重运动形式 在当代的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就已经成为很重要的一种比赛形式 当然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重项目 它是分为简单的单手局和双手局 但有一个它是体重不分级的 发展到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举重项目 它有停局抓局 同时还有体重分级 还有男女分级的形式 但是这些举重的形式 其实呢从特点来说 都可以在我们中国古代的举重活动形式当中 找到相似的运动形式 1999年考古功的者呢 在陕西西安秦始皇陵 发现了一座陪葬坑 这座陪葬坑呢出土了11件陶勇 考古功的者呢把它叫做百系勇 但是在这11件陶勇里边呢 经过后来的专家的研究 有表现摔跤的 还有表现杂技的顶跟着 特别是有一件呢 腹部骨头 臀部后掘 体格健壮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呢 它代表了一个什么呢 一块出土呢 还有一件是青铜顶 是圆形的三足两二青铜顶 重达212公斤 后来的体育史学家就研究了 这个粗壮的这个大汉跟这个顶有关系 经过研究呢 它就是一个举顶之人 而这个三足两二的重达212公斤的铜顶 就可能是当时举顶用顶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件 举顶的器件 顶呢其实呢在古代时期中煮食物的大锅 顶的重量呢重的达千斤 后人把这个举顶呢也叫杠顶 怎么实现呢 就是人抓着两个顶儿 把顶翻举过来举过头顶 这叫杠顶 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举顶 一般是从举小顶开始 慢慢的增加重量 这只具大顶 在古代的举顶的历史上 也出现了好多以举顶闻名的大力士 大家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 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啊 有个大国叫秦国 到了秦桧文王的时候啊 秦桧文王退位以后 他的儿子秦武王呢继位了 叫嬴大 这个嬴大呢继位的时候比较年轻 力气非常大 能够举顶 而且他自己也非常喜欢举顶 他继位以后呢 就在全国下了一道招令 凡是有超长力气 有神力的人都可以到我 请过来 我可以给你高官 我可以重用 那这个招令一下 在全国各地呢 引起了奋奋相应 当时就有三位大力士前来 这三位大力士名字叫什么 一个叫任比 一个叫乌霍 一个叫孟说 这三个大力士 那这三个大力士 其中的任比和乌霍呢 是秦国人 这个时候呢 位于齐国 也有位大力士 名字叫孟说 他看到招榜了 也要来投奔秦武王 史记记载说呀 说这个孟说呢 是力大无比 力气多高呢 据说有一天呢 他在田野里 看到两头暴怒的公牛 在打架 他就想把他们两个分开 但是他的这个举动呢 惹怒了这两头公牛 就把目标转向了他了 这个时候 孟说不慌不忙 他一只手呢 摁住一只牛的牛头 另一只手就抓住 另一只牛的牛角 在僵持当中 最后发生了什么情况 这个孟说竟然硬生生的 把这只牛的牛角 给搬了下来 所以说这个力气 是非常大的 所以孟说跟任比和乌霍 投奔到秦武王身边来 秦武王非常高兴 文献记载说 任比乌霍 孟说皆知大观 秦武王对他们重用 为秦国来效力 公元前307年 秦武王呢 就在孟说跟任斌 两位大理事的陪同下呢 到东周的洛义去朝见周天子 他就听说这个当时有名的九鼎啊 就存放在洛义 临时决定先去观战这九鼎 然后再去朝见周天子 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大鼎前 这个大鼎呢 据说是夏朝的建立着大于所住 大于住好了以后 后来夏传于商 商传于周 后来就移到这个都城洛义 给保存了起来 这个九鼎呢 上边呢 它分别是代表了 京 良 雍 玉 徐 阳 清 烟 济 这九个地方 也就是什么 代表了全国的山川峰沫 同时呢 这个顶的耳部和租部都住有龙纹 那个秦武王来到九鼎旁边以后 大吃一惊啊 第一次见啊 非常高兴 他又站在代表秦国永州的这个神顶前 就感慨地说 为什么这个代表我们秦国的这个保顶 不能在我们秦国呢 说谁能够把它搬到我们秦国首都咸阳 这个时候 看守这个保顶的小吏就说了 说这个顶啊 自他移到这儿来啊 没有人能够瞪着他 因为他叫千军顶 有一千斤之重 秦武王听到这个管顶的小吏一说 就非常不高兴 他就瞧了一下 任比跟乌火两位大理事业 说二位立士 神力全国有名 这个大顶能举起保 这个时候呢 看似粗鲁的任比呢 就发话了 他说 这个千斤之顶 非人力所谓 为什么 他知道秦武王的性侵略 说大王呢 举这个顶不合适 这个时候 来自秦国的大理事 猛说 不消地看了任比一言说 千军之顶难当往 他自己静止跑到大顶前 双手抓住钉耳 大喝一声 琴 要想把这个大顶举起来 但是 这个大顶金立地半身 就重重地砸在了地下 这个时候 你再看一下梦说 因为用力太猛 两个眼睛矿里都蹦出了鲜血 也就说 没有成功 只是举起立地半吃 秦武王呢 一看 非常不服 说你既然举不起来 我来试试 那这个时候任比又说了 说大王万圣之躯 千万不可 但到了这个时候 秦武王根本就听不进去 来到大顶前 梁叔抓起钉耳 并入呼吸 大喝一声 琴 这个顶呢 真的给搬离了立地半分 这个时候秦武王真高兴的 我搬起来了 我要再走动几步 我就会战胜你 梦说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就说 立尸了 手滑 顶一下子掉到地上了 这一掉到地上不要紧 一直顶住 实实地砸在了他的腿上 只听咔嚓一声 秦武王的兵骨 被生生地压断 那这个时候 这些卫士们害怕了 赶快把秦武王送到廷苏的公馆 但是那个时候啊 因为兵骨碑亚断 留学过多 秦武王呢 最后疼痛难忍 到了半夜 弃绝身亡 二十三岁 这个四马迁在史记里边 就这样记载 说王与梦说举顶 绝边 八月 武王死 足梦说 这个武王举顶啊 其实他自己的城墙所致 城墙把兵骨压断流血呢 过多致死 其实他自己的原因 但是秦国人把这个罪过 就压在了梦说身上 就处死了他的权架 这可以说 秦武王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举顶的国王 而这也是由文献记载的 最早的一次举顶比赛 我们现代的举重境界 比如我们目前 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 男子大级别 105公斤以上的这种举重比赛呢 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由伊朗的 侯赛因拉扎扎的创造的 他的成绩是多少呢 我们看抓举 是210公斤 亭举呢 是262.5公斤 总重呢 是472.5公斤 这个重量 是我们目前来说 是男子的 这个举重的 最重的一个记录 那我们再联系 前面秦武王的这个举顶 再联系 秦始皇陵 陪葬坑出土的 212公斤的 三座圆形铜顶 就从这个顶的造型和这个重量来说 举起来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有一个条件 必须要经过 长期的体制训练 和举顶的训练 否则呢 就会出现像我们前面讲的 秦武王的伤亡事故 相比于秦武王 举顶绝病的悲剧 一位以永利文明后世的历史人物 却通过举顶的壮剧 树立了自己 勇猛无畏的英雄形象 他便是西楚霸王 项羽 作为楚国名将项燕的后人 项羽身长八尺 胆识过人 在巨鹿一战 以少胜多 大破秦军四十万 背后是誉为 羽之神勇千古无二 那么 作为利拔山西的大英雄 在项羽身上 究竟发生过怎样的 举顶故事 兴起于先秦时期的 俏观运动 又是从怎样的生活实践中 演化而来的呢 这个项羽呢 是战国末年 出生在今江苏俗迁的一个 出国贵族家庭 关于项羽的居顶 这一历史记载 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 司马迁说 项羽长八尺鱼 力能杠顶 但是这个记载非常简略 那项羽到底是 能居多重 是怎么居顶的 其实文献没有更多的记载 但是项羽的家乡江苏俗迁 至今还流传着 关于他举顶的传说 那这个传说呢 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呢 对司马迁的记载 做一个解读 一天呢 项羽路过他的家乡 一条河边 这个时候呢 在河边一群女孩子 在干嘛呢 拆摘领角 在大闹嘻嘻 项羽刚走到这儿 突然听到女孩子 那里哎呀一声 大叫 一看 一个女孩子不慎 落入了水中了 这个时候项羽 看到这种情景 就奋不顾慎地 跳入水中 把这个女孩子救了上来 这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 叫于姬 这件事完了以后 项羽离开了 但于姬回到家中 把这件事 就告诉了她的父母 告诉她的哥哥了 她也在挂念 这个救命恩人 她委托她的哥哥呢 于子柒呢 就给她打听 说 你把我救命恩人 一定给我找到 我也表示感谢 一天呢 于子柒呢 去赶庙会 走到庙前的时候 一帮人在月月日室 在干嘛呢 庙里放着一个大铜顶 好多人呢 就想看看 谁能把这铜顶举起来 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他大步来到顶前 双手抓住顶儿 把顶来提了起来 接着又把顶举过头顶 那她的这一举动 令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啊 那小伙子了不得 神力啊 这个时候于子柒看到了 就想逼人打听 但是一看 特别像他妹妹描述的 那个救命恩人 经过打听 确实是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项羽 两个人交谈甚欢 他就把项羽 邀请到他的家里做客 这一天呢 项羽来到于子柒家里 一介家门口 这个于姬 马上看到 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四目相对啊 惊喜万分啊 经过征求于姬的父母的意见 也就择了几日 让二人完婚了 后来呢 这个于子柒啊 就是于姬的哥哥 就作为一员大将 跟随项羽南征百战 这个于姬呢 也就完婚以后 跟随项羽呢 也在战斗中呢 兴一相随 但是很可惜的是 最终呢 这位力能杠顶的西出霸王项羽 败给了起兵于江苏沛县的刘邦 与他的玉姬一同自吻于吴将 但是他们留下的盖夏歌 却是前古流传 立把山兮弃盖世 施不立兮追不适 追不适兮可奈何 于兮于兮奈若何 虽然项羽失败了 但是项羽西出霸王举顶的这个壮举 却激励了一代一代的人 后人只要谈起举重 谈起举顶都会向起项羽 向起西出霸王的这一壮举 其实呢在我们考古发现的一些资料中 也有举顶的展示 比如在江苏 在山东 在河南 甚至四川的汉画像石上面 都有许多展示当时 炼力的举顶的彼时的一些画面 比如这里我们展示的是一幅 在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的一幅 举重炼力画像石 这个画像石呢 上面呢有七位大力士 在举重炼力的画面 画面呢自作之右 分别为赤刀薄虎 弯腰拔树 肩背猛兽 双手举统领 双手暴露 以及怀抱大沙虎等等 反映出这一举重方式 已经深入了民间 特别是举顶这一方式的出现 说明它在民间呢 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而且另一个方面 普及的同时 它还具有表演性 在当时的百戏节目里边 它是作为一种表演的形式出现的 除了举顶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举重形式 叫做撬冠 我们在春秋末期的著名史书《左传》中 曾经看到有这样一个事实的记载 这件事呢发生在鲁相公十年 当时靖国 就和鲁国 曹国和诸国等国家 要攻打 北于今山东藻庄 台尔庄西南一个叫辅阳城的 这个城市要攻打这儿 当时的辅阳城人呢 想了一个办法 要对付诸乎国的军队 怎么对付呢 当时的辅阳城呢 有一个厚厚的城门 他就想了办法呢 我把城门提起来 让你诸乎国的军队先进来 然后中间我把城门放下 来要截断 我要分而兼制 但是诸乎国的军队呢 没有料到这一招 看到城门自动打开了 就鱼冠而入 当部队有一多部分 进到辅阳城的时候 突然辅阳城的士兵 把这个城门放下了 一看城门马上要放下 这个时候 一个叫苏良鹤的一位壮士 这个苏良鹤呢 是作为卢国贵族 孟显子的部将来参战的 他一看城门马上就要落下了 马上跨步 赶到城门下巴 双手紧紧地把 即将落下的城门给拖住了 这个时候 他赶紧招呼 已经进城的士兵 赶快退出去 当时的苏良鹤这一壮举 令周围的人大吃一惊 兵士们 借着他这个气势 赶紧地退出了城门 但是这个苏良鹤呢 立居城门的壮举 确实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 要单提这个苏良鹤呢 其实这个苏良鹤呢 就是我们春秋末期的 著名的教育家 孔子的父亲 孔子的父亲 苏良鹤立居城门 这个壮举与后来的俏观 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当时呢 战争不断呀 每个国家的城池啊 都有后后的城门作为防御 为了加强防御 往往在城门的后边 用大门栓抵住后中的城门 这个门栓呢 每天要装卸吧 门里那当然就必须练就 一定的壁力 其实呢 我们有古文字的发展 可以来看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关子呢 它本身就是从门的 里边还有两个树画 这个树画就代表两个门栓 而且这个历史呢 每天装卸门栓打开城门 长词一往 这就成了联系举重的一种方式 而后来就把俏观呢 作为一个专用的举重名词 发展下来了 所以说这个俏观 也是从装卸城门的门栓开始的 最后颜面上一个重要的举重运动形式 其实啊 孔子呢 也继承了父亲强壮的DNA 文献记载说 孔子之静居郭门之官 他的父亲是历托悬门 而孔子呢 是居郭门之官 孔子这才是真正的居门栓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孔子也是一位能文能武的男子汉 随着居顶俏观的发展呢 也演绎出了其他的许多举重的 器材和运动形式 比如举尸弹 举尸锁 举尸尸 堕举尸顿 等等的 这都是古代延续下来 而且非常普及的举重的运动形式 作为一种由托举城门门栓演化而来的项目 俏观一直都是古代举重运动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 伴随着古代举重的发展和普及 举重器物开始趋于多样化 除了翘观 另一种取材方便的举重运动也开始流行 这便是举石 而街头巷尾用来镇宅户门的石狮子 也成为了举重力士展示气力的理想选择 那么庞大而沉重的石狮子 真的仅凭历史的双手就能托举起来吗 在《水浒传》之中 又有着哪些对于古代举重运动的描写呢 我们历史上有一个唐代的一个叫王杰的人 这个人呢 出生在唐德仲时期的安徽基西县大徽村 王杰呢 在家乡的时候力气非常大 在当地很有名 但是这王杰呢 在家乡他就想有一个大的发展空间 他这一年呢 他就自己跑到长安来了 人生地不熟啊 怎么办呢 他就采取自我推销的方式 有一天呢 他走到长安的东卫桥 看到桥边里有一个大石狮子 文献记载说 石狮有千金重 这王杰就认为 推销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就对周围人说 说我能把这个石狮子搬起来 撩出去 周围人都不相信 说你在吹牛 这么重的石狮子你能搬起来吗 他真的搬起来了 文献记载说 随提狮子投之仗女 众数十人不能动 那这个时候 王杰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就双手把这个石狮子抱起来 扔出去有一仗 周围的人就不相信 说有十几个人 然后跑到石狮子的前 说我们一块搬一下 但是丝毫办不动 而且这个王杰呢 这种自我推销的方式 真起了作用 一川石石川北 大家都知道了 推荐到了禁军当中 到皇帝跟前 认知后来又提拔到 叫神策军将 而因为他举入这种 背负重物的本事 王杰呢 常常利用自己的这种本事呢 在朝廷的举重比赛 举重表演 以及百戏表演中呢 展示自己的运动技能 有一次 王杰呢 夫身 夫一十年 只两丈 方木于脸上 墓上又只一床 床上 左秋辞 月人一步 奏曲中而下 无厌重之色 说他夫身呢 在地背上呢 压一个大石镰子 这个石镰子上 又放一个两丈高的方木 在方木之上呢 又放一个椅子 这椅子上坐着一个秋辞 在演奏乐曲 而一收乐曲下来 王杰 脸不红 大气不传 所以说 他这种背负功能呢 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在原末名出的张会提小说 《水狐全传》中呢 还有一段记载 是后来成为 梁山步军统领武松 舵具石吨的 这个描写 武松他把上衣脱下 然后捆到摇尖 来到石吨前 双手搬住石吨 轻轻地把石吨给抱了起来 三五百斤重 在众人惊诧之间 然后武松又把石吨 撩到地上 这个石吨砸进地表 一尺多深 众人觉得确实了不得 而且 更令人惊奇的是 武松又一只手 轻轻地又把石吨 给踢了起来 踢了起来不要紧 然后两手抱起石吨 扔下了空中 就在石吨坚要落下之际 武松呢 又扇出双手 把石吨轻轻地揭在手里 然后放回到了原地 这一段呢 记载就说明 当时武松的这一举 这一制这一题 其实它是经过长期练习的 有基础的 而且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上 这多具石吨的这一举重的方式 是很普遍的 清康熙二十九年 也就是一六九零年的一天 在浙江平湖市呢 有名的海上重镇 扎普镇呢 突然在人群中出现了三位女子 这三位女子呢 其中有一个是仆人打扮 两个人一看是高贵的 大户人家 这两个女士是姑嫂二人 当他们走到当地的 衙门口前的时候呢 看到衙门口前 有一个大铁墩子 大铁墩子标重多少三百斤 他们来到这以后呢 看到这三百斤重的铁墩子 两人高兴了 文献记载说 有铁墩重三百斤 二女孝祥让举之 七嫂夺至平凶 十三局七色路长 这个嫂子呢 首先把这铁墩的提起来 她先提起胸部 然后再举起来 举了多少次 举了十三次 嫂子举完以后呢 气色路长 大气不传 这个小姑子一看来劲了 路伐炮制 但是又加四眼 她比她嫂子多举了四次 这种举重的方式 非常了不得 而且都是女士 上述不同形式的 举重器材和举重明星 以及举重方式的出现 反映了当时的举重呢 在社会上 以及是常见的运动形式 而且得到了普遍的流行 俗话说 一力详实惠 对于力量的训练 一直是习武之人的必修功课 因此 为国家选拔军武人才的五举考试 在设立之初 就将最能直观展示力量的举重 作为基础的考核标准之一 而随着五举制度的发展 举重运动在器械的规格 抓举的形制上 都得到了更为标准的规范 那么 在五举考试中 究竟对举重 有着怎样的具体要求 又有哪些人 会在五举考试的举重项目中 脱颖而出呢 请继续收看 力拔山西论举重 我们根据宋元时代的著名学者 马端林的文献通考记载 他对当时的一些器材呢 一些标准性的器材 做了这样的描述 撬冠者长一丈七尺 静三寸半 反失举后 手持冠具 出处无过一尺 这段记载呢 既表明了撬冠的冠 已经有了标准的尺寸 同时又说明了 举重的方式 应该怎么才能达到合格 我们看看 长一丈七尺 静三寸半 这是唐代标准的冠的尺寸 这个唐代啊 一丈七尺 约合现在的五米二 这三寸半呢 相当于十段六公分 有了标准的冠的尺寸了 而且怎么举呢 叫手持冠具 出处无过一尺 举冠者呢 单手或者双尺 把持着冠的这个一头 举边呢 也不要超过一尺 然后把冠呢 平举或者直举起来 这种举重方式啊 说明当时呢 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定 和标准形式 而且呢 他要翻十举后 方能过关 也就是说 不但有这种 冠的标准的尺寸 同时呢 还要举十次 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这一标准说明人们 当时对这个撬关者的 他的臂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没有一定的臂力 他是难以达到 完成这个撬关的这种 竞技这个过程的 我们知道 以五举宣八人赛的规定啊 是唐代武则天 在公元702年设置的 而当时武则天设置 这个武举之以后呢 就首先规定呢 把举重 列入了当时的 考核标准里边 武则天时候 列入武举的考核标准 一共有九项 哪九项呢 我们得从文献记者来说 《新唐书》里边这么说的 由长舵 马射 步射 平射 桶射 又由马枪 撬关 负重 身材之选 其实啊 长舵 马射 步射 平射 桶射 全是射箭的这项内容 又由马枪呢 是值得马商记忆 而撬关 负重 身材之选 大家看 实际上都与举重 有着密切关系的 这是唐代 已经把举重呢 作为武举考核的一项 重要的标准 所以武人们 一项进入武举考试的行列 你必须 除了把射箭 谁也里掌握 同时还有举重的技巧 而举重里边首选的就是撬关 到了明牧宗朝的1570年 对这个武举制的考核 又做了新的规定 当时这个新的条例是怎么规定的 文献记载说 凡天下军民人等 力胜五百斤 会四百斤 三百斤以上 即武艺超重者 福州县 承送复安 严加考教 什么意思呢 在军队 士兵 还有老百姓当中 有这个力气 能够举起五百斤 能举起四百斤 三百斤一上的人都要报送福州县这些备案 将来作为五亿人才的选拔的一个储备 武举制发展到清代 他这种考试就分为内场跟外场 内场呢 一般是墨写五经七书一类的这个兵法从数 那外场呢 当然就是技术考试 技术考试内容啊 其实呢 它还一直延续到明代以来的这个项目设置 一个是射箭 一个是举重 当时清朝的举重呢 关于这个要求呢 也有记载 一个是刀 一个是堕石 这两种 刀呢 有八十斤 一百斤 一百二十斤 那石呢 有二百斤 二百五十斤 三百斤 所以说刀和石 它都有格子的重量标准 跟唐代的俏观相比 它的重量标准有了 唐代的时候只有尺寸 没有重量 在明代 特别是到了清代以后 它的重量标准出来了 刀呢 刀比前后胸五花 是什么呢 是刀呢 这个舞动方式有双手举 单手举 还有五处各种花样 另外呢 堕石呢 堕石必去地一尺 上膝或上胸 最低要提至膝部 甚至于胸平且 这才能达到标准 所以说在清代的这个五矩考试里边 要有这两种 一种是刀 一种是石 而且都有各自的重量标准和举重的方式 那上书举大刀和舵举石吨的这种举重方式呢 其实是非常科学的 而且跟现在的一些举重方式呢 有着很大的一致性 比如大刀的单手举和双手举 就类似于现代举重当中的抓举和单手推举 而堕石呢 则相当于现在举重项目中的力量举和训练中的硬拉动作 其实啊 到了清代 随着举重运动的发展呢 才出现了许多以力量建成的著名的举重人士 广东梅州 母华县黄浦村 有一位叫黎伟光的大理事 这黎伟光呢 是当地的小有名气 他经过五矩考试 经过县市乡市 进入了会市 最终进入了朝廷的电视 在电视之日呢 乾隆皇帝呢 就是在清临现场要定家业 这个力量上场了 首先他把重达三百斤的石石子举过头顶 这引起了人们震惊 为什么震惊呢 因为在过去历劫的电视中 没有人能创造个记录 三百斤 但是当他举避石石子 要放到原地的时候 突然之间 石石子一划 侧翻在地 那这肯定是中场前的破绽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李伟光临机一动 用脚将石石子踢出了杖鱼 这是一招啊 他弥补了中场前的破绽 那这个时候乾隆皇帝问了 他说这叫煞鸣汤 然后李伟光灵机一动书叫 石子滚球 这一新创的名堂 让乾隆皇帝非常高兴 也当朝把他定为武士的冠军 乾隆五十一年 也就是1786年 李伟光升任南澳总兵 所以说当时的电视冠军 还是后来对整个祖国的边方安全 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个举重活动呢 早期啊 是与人类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 而且规则也比较简单 为什么 它是用的是一些生活生产的一些器具 作为举重器械 但是经过后期的发展 整个的举重呢 越来越规范 在形式上 有早期的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举顶 窍关 发展到后来的举尸师 举尸弹 举尸索 多举尸墩 等等各种形式 规范 越来越强 在作用上呢 它最早有民间的这种健身形式 发展到一种 作为一种军事训练 作为一种竞技运动 最后竟然成为什么呢 五举制的一种考核的标准 所以中国的古代的举重 它在发展过程中 不只是作为一种健身的形式 它同时还是作为一种竞技形式 更作为一种 选拔五亿人才的形式 在社会上流行 中国古代的举重运动 发展到现在 随着它形式的丰富 随着它规则的越来越完善 也成为广大民众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特别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举重项目越来越普及 这种情况下 中国传统的举重 与世界的现代举重 成为了东西两大举重运动的形式 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深刻 对人们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